优先只是在一切社交场合中难免的一种利益行为 而且这并没有多多难事的独法权利 所以我在政治中的东方与西优先 这完全是一个多多权利的独法 一件事 我们刚才没有明白我的传说 我们已经说了社交场合我们更注重 以所有我们提倡利益 在绝大多数场合我们更注重的是利益 所以我们要提倡男女拼的 而一个原则只能在一个社交的社交场合 其实也能造成一个矛盾的矛盾 这中间我们就是不矛盾的 我们已经是在那一范围 你说你要男女平等 对啊 不矛盾啊 男女平等的时候也是可以有女士优先 男女公女的时候也是可以有女士优先的样子 您说在男女平等中也可以有女士优先 刚才就是个问题 在一个场合中我们提倡一个女士优先 所以让女士来竞争这个职位 让女士来当这个职位 至此其他女士优先但是却违反了男女平等 因为她出发了男生的利益 所以她已经违背了男女平等的相矛盾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对方面有去找法律 因为呢 这个法律已经规定了 尊重男女平等 就是平等 求加薪平等 这些都是需要的 你可以去告个公司 她这个公司没有尊重男女平等 但她没有女士优先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 你现在在社交场合当中 这个求生的时候 你就认识到选择 然后 刚刚非邦伊甸有提告过 那个 就是人要死了 求生在四个情况下 我们想说 人权的时候 当你如果有主动去放弃你的人权 这是一个你主动放弃 你有选择 我选择放弃或者不放弃 但是 如果是 但是 并没有说 我们被 你也是 被要求 是必要放弃的 你的选择 能不能放弃 我跟他说 二点 我跟他说 在 前一号上 或者是说 在任何一场 自然灾害面前 面前 大家都是提倡的 主事由先的 有任何生存机会 都会让主事先走 那就是为什么呢 他只能证明说 男士在保证女士优先的前提上 要主事先离开 这样损失掉他自己的利益 有可能他在这场 这场 自然灾害中丧生 或者说 受到身体严重的损害 但是这样已经违反了 这位男士的权益 所以违反了男女平岛 他是主动放弃 他不是这种放弃 他不是这种放弃 夏宇亮是这种放弃 他自己 所以说 他有没有说 背后放弃 而且呢 我也想回答一下 对方 一面的问题 你说的 尼克号呢 你太 专注于他 男女边的生命 他面临生命的时候 他所做出的选择问题 但是呢 即使女士丢相于男女 就能背后放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多种女士 有这个体系啊 他只能听报道 他只能表现成为男生的 那个文明 任何时候 女士都应该得到分口 那男女平的呢 是社会的机会 主要是提报复理在社会中的社会的机会 所以 OK 谢谢 这是因为道德的问题 还不是 我发现选业的问题 我这样肯定运出本 老罗病肯定运出本 所以说 那一个是道德贊成的证明 比如说 在面对求生的时候 比如只有一个位置 比如说 诺雅康中小 只有一个位置 就是让他们 小孩 或老人 或女士 那是一个道德证明 这是道德对人文的约束 在道德证明 让强势的人 让弱小的人 我们所说的男女平等问题 是人权上的问题 我们也有相等的权利的问题 对方一直在说 你一直在说 女士优先对女士的尊重 那为什么不提上 尊重男是男是优先的 所以你们在意识上 女士优先 男女平等 就已经是矛盾了 你们提上了尊重语 就会提上尊重男性 这已经违背了 与男女平等相矛盾 你稍微只能做什么事情 因为女士是麻省 因为这个社会上没有女性的话 人类也会觉得发展 这社会也不会得到 女生是歧视男性 我不歧视男性 我本来就是女性 对方被 我会有很奇怪的提醒 没有你爸你不能来 没你爸你哪来 然后对方便 既然他们喜欢说法律 对方便说一下法律 中国的宪法的确明确 规定男女平能 但是美国宪法里面 居然有保识 不得有保识 发生性关系这条 但是没有男女平能的这一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美国法律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包含男女平等 如果一个导向的话 它只能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 实现 而不能在整个人类社会内得到发生 你能跟他们说我们的普世家 互相违背吗 根据满客圈出的 你真的是 你一起说的 你写社交范围类 不包括各种的范围 其他以外的范围类 所以你说的 在其他范围类 这个你就 所以对方便有 承识老师在其他里面 那是矛盾的 但是为什么在社交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一个社交里面 限定呢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只能在这里 对男女平等病 就是仅仅是在社交上 对男女平等病 只是律师有限 我刚刚对方定义 第一遍时候定义过了 男女平等和女首先的范围类 是不相同的 那么既然他们范围不相同 那么首先 如果范围类 那和他而同是否 我们没有任何关心的本子 遍体就如一 所以女方逆变时候 产生的根据就是没有一个 那么 女士优先和男女平等 原来已经说了 女人说是男女平等 女士优先是根据当时 古时候产生的男女自由者 如果你要在古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 古时候不存在男女士优先 那么如果你男性 那对不起 跟自由者不关 男女平等和女士优先 就是毛病 为什么 因为女士优先就是原来男女平等 男人还是有 还有 我一方朋友刚刚在医便公说了 女士优先是在国际公论里 游览公论这次 现在有许多败大国家 比如瑞典 亨南已经取消了这项的意义 因为他们认为女士优先和男女平等 是根据是毛病 他们认为女人也可以定性的 他们所尊情的就是男女平等 所以不需要女生 同时 你刚才说的东亚公共的问题 这个歌迪本子面体毫无关心 你说的就是废话 为什么 在东亚公共产生的时候 我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 女士和男士是一个优先 而是人类繁衡 此时小牌是对表性的